2018年7月27日,有点49分都市快报,连续冠名了奔跑的第二季,极限挑战第四季,我家那小子等众多娱乐节目的拼多多,昨天正式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截至昨晚11点,拼多多股价27.38美元,相比19美元的IPO价格,涨幅达43%,市值303亿美元, 占尽一半股份的黄正身家约150亿美元,超越刘强东,起进中国富豪榜前16位,成为中国80后首富。 不过,与这笔巨额财富相比,黄正的个人经历更值得津津乐道,这位土生土长的杭州雅拥有长远难以复制的开挂人生,就赌于顶尖的院校,工作在顶尖的科技公司,聚集顶尖的创业资源, 创办了一家线线级的公司,就连上市敲钟这事都有点戏剧性。 昨晚,身为创始人和CEO,不习惯坐飞机的黄正没有出现在美国敲钟现场,而是在上海。 他说,拼多多今年才三岁,身上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眼前充斥着可见的危险与挑战。 这迫使我们不断改进,以兑现自身潜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行外和这大学霸,1980年,黄正出生在杭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在一家工厂工作,学历都不高。 但黄正是个标准的学霸,12岁就进入了杭州外国语学校,据他自己后来回忆。 在行外的时光很快乐,能在一堆好学生中不断挑战和证明自己,这所中学开启了我的新世界。 行外之后,黄正基本没有参加过升学考试,1998年。 他被绑送进入浙江大学混合班竹可真学院前身,驻修计算机专业。 那一年,马化腾注册了一家名叫腾讯的公司。 20年后,腾讯是拼多多第二大股东。 大一时,黄正就入选了这大与梅尔顿基金会合作的培养计划。 这个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寄与入选的学生一台电脑和全年的免费上网。 不知道那时他有没有关注一个新出来,名叫阿里巴巴的网站。 那是他的老乡马云,凑了50万元和人创办的。 那是国内互联网英雄备出的年代,电脑和免费上网。 无疑是上天赐与黄正改变命运的礼物。 2001年的一天下午,黄正下课回寝室发现有个陌生人在MSN上找他。 自称是网易创始人丁磊,需要请教一个技术问其。 当时成立四年的网易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 在确定不是遇到骗子后,黄正和丁磊成了好朋友, 并且很快用专业知识征服了这位出生在宁波的快乐男孩。 十多年后,丁磊投资了黄正的创业项目, 平多多的全身品好货。 隐形的翅膀和丁磊成为之交还给黄正带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贵人。 段永平,这位1982年第一夜宇宙大无线电系的学长, 成就了小霸王和步步高两大家预互小的品牌。 步步高后来分拆出两个公司做手机, 分别是今天的Fivo和OPO。 顺便说一句,段永平也是丁磊的贵人, 2001年底正是互联网套目破裂。 他以0.16美元左右的价格买入网易5%的股票, 帮助丁磊走出泥兆。 2006年,他向母校浙江大学捐赠了3000万美元。 身为中国电磁科技大学的毕业生, 丁磊也随了1000万美元的份子钱。 当丁磊把黄正介绍给段永平时, 后者已经彻底实现财务自由, 准备举家搬到美国, 退运江湖做一个投资员。 段永平是2001年去的美国, 一年后黄正到全美台宁, 第八的维斯康星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 在房间,一些人用干儿子来形容段永平和黄正的关系。 黄正认为后者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对他影响很大, 而段永平的说法更为直接, 在其短暂却辉黄的从商经历中有四个得意门生。 OPPO创始人陈敏勇, 也是这大校友, 微博创始人身为步步高教育CEO金志江, 以及小学弟黄正。 硕士毕业后, 微软和谷歌都向黄正掏出改喇之。 段永平给出的建议是更有潜力的谷歌。 三年后, 也就是2006年, 随着谷歌股价上涨, 黄金增加数百万美元, 不仅实现了财务自由, 还和李开夫一道被派往中国拓展市场。 也是在那一年, 黄正受段永平之殃, 和一位老人吃了顿饭。 这顿饭花了62.01万美元,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巴菲特。 段永平觉得这钱花得很值, 最豪华的投资团队, 回国工作并没有带给黄正更多激情。 当时谷歌要求在中国的大小事物都需要总部批准, 直接跟创始人做汇报。 黄正不得不平凡往来与美国和中国, 他最后一次替谷歌员工的身份回总部, 为的是获得一个签字, 用来改变搜索结果汉字字体颜色和大小。 2007年, 黄正辞续在谷歌的工作, 开始创业, 也许是出生在电商制度。 他接连创业了四次, 三次和电子商务有关系, 拼多多是他的第四次创业, 岂不知听到不算很多, 但作用今年来国内创业公司最豪华的投资团队, 没有之一。 除了提到的丁磊和段永平, 黄正还受到了孙童宇和王威的青睐。 孙童宇是国内电商领域, 交付级的人物, 2003年代对创立了淘宝网, 赢得了和A贝的战争。 他也是浙江人, 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 黄正和顺丰物流帝国, 创造者王威有过一段略白演绎色彩的对话。 据说他直言不讳地表示, 顺丰做电商肯定不行, 你见过哪家快递公司做电商做成的? 听完整话后, 王威非但没有生气, 还投资了拼多多, 顺丰也寻找到除淘宝外另一个大客户。 拼多多的以迅速列便离不开这个平台, 电商是腾讯的短板, 所以他们投资了京东, 马化腾对拼多多的喜爱丝毫不低于京东, 据说他每人都会了解拼多多的运营情况。 有这些投资人的家时, 就不难理解。 在和分道扬边之后, 陆奇以拼多多独立董事和薪酬委员会主席, 身份回归公众事业, 这位拥有国内互联网最耀眼光怀的男人曾帮助盛大在美国上市, 让陈天桥坐上首富的宝座, 他也是拼多多赴美上市, 能找到的最好向导。 结果是, 那斯达克首次同意一家企业在美国纽约和其他地方上还普通通实窍中上市, 低调的就大戏。 2005年, 黄正恒带着李开复道这大座演讲, 那也是华旦天使投资创始人张杰首次见到这位学长, 他是这大大神级的人物, 名副及时的学霸, 在老师和校友那的口碑都很好。 张杰生命中也遇到了一位学霸, 他的同学兼丈夫方毅, 方毅是这大大学生科学的创始人, 这大族克珍学院创新创业强化班的班长。 2009年登上过央视的创业英雄会, 成为创始人李彦宏的门下弟子。 去年9月,方毅一手创立的个推, 提交了IPO申请, 准备在创业板上市, 拉开了这楼这大戏创业公司的上市潮, 走在上世纪90年代, 这大旧开设了创新创业强化班, 形成了独特的创业文化和生态, 像段永平、史玉珠, 如今已是这大创业的精神领袖, 愿意为学弟学妹们的创业出钱又出力。 几十年来,在创业这世上, 这大人帮这大人, 已经形成了传统。 王登、方毅、 张杰等人都投资了不少这大戏的项目。 去年, 这大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联合威廉调查, 了2597位这大创业者相关数据信息, 显示393家这大戏上市公司中。 这大毕业生, 现任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 CEO, 总经理级别的有402人, 管理公司的总是值超过6万亿元。 这大戏的制白业貌, 使得这些数字每年都需要更新。 在皇帝之前, 这大的电商领域, 最出名的创业明星是陈奇。 2010年, 他和同学为一博创立摩古街, 6年后和美丽说, 逃世界合并, 成立美丽联合集团。 前些天, 美丽联合正式递交赴美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另一家将于明年赴港上市的这大戏公司是爱财集团, 现任爱财集团CEO的田志龙1999年, 从九大物理系毕业, 他和马化腾一样把新总部盖在了母校旁边。 我希望未来站在总部顶层的办公室里, 一拉开窗第一眼能看到我的母校, 以一座学校极具的创业力量, 推动一座城市的创新叠变。 现在的这大之于杭州, 就像是斯坦福之于硅谷, 完成上市, 黄征和拼多多开始书写新一段传奇, 他的身后, 一群这大创业者, 在成为传奇的路上放肆奔跑, 从航外和这大学法到工作创业, 这个杭州雅儿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原作者梁应杰, 闫莉莉,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